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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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通常它是从10月底到11月中这段时间它是最漂亮的时候 那有时候呢我去过几次那第一次去天气非常的好 第二次呢有一点阴雨绵绵 你也知道有时候季节的东西很难讲 我告诉你 英语绵别有另外一番的诗意在那边 建议大家来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说 那釜山 韩国这个好 那我可能去跟那个北海道差不多 有没有比较特殊不一样的 属于韩国专属的 我告诉你 那你一定要去什么 釜山旁边有个小岛 这个小岛不得了了 这个时候请教我温教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自欣欣的你 都敏俊都教授 都教授 我有名的地方 他去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 长舌岛 就在釜山的旁边 对 他那时候不是在 还可以追星耶 对 天送一突然间咻 咻 就跑到那边 跑哪一来 就来到这边了 有没有看到 这是当时的这个拍摄的场景 好漂亮喔 然后这是我本人 这是温教授的那些剧料里面 对 然后很多人就喜欢来这边追星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很特别 因为它是一个小岛 海外的一个小岛 可是它做得非常的好 你大概可以玩两个小时左右 重点是呢 压子 不是 刚刚有在讲说 北海道一定要吃什么 冰淇淋 对不对 这边也有冰淇淋 可是 这边的冰淇淋不一样 泡菜口味 不是 真的 这是青松一吃过的冰淇淋 这是杜耀兽吃过的冰淇淋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很多朋友们说 那我如果除了釜山以外 我告诉你说 不要认为只有釜山可以玩 它旁边是有很多的一个特色 重点是你喜欢什么 鸭豆你对釜山非常的熟 你推荐哪里 因为像其实我还蛮常飞釜山的 因为我亲戚住那边 然后机票真的很便宜 寒税加可能才五千多而已 才会五千多就很便宜 丫头说便宜是真的便宜 真的 因为你可能去首尔 就可能不止这价格了 然后我非常推荐的就是海云台 那边的沙滩非常的美 不知道 而且它的沙滩 其实它是在热闹的地方 所以它其实那边有很多逛的之外 还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厅 还有免税店 所以就是你可以 比如说你的家人可以去逛免税店 那你就可以去海滩上面玩 而且在那边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 因为像韩国很红 汉木针 是他们 对他们很有名的 汉针木 汉针木 在那边有一个就是它是 可以边洗澡边看到海景 哇 好享受 对就是在韩国是很少会见到的 而且它还露天的 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享受 所以秋天去那边也刚刚好 对夏天也可以 就四季都可以去 还有在那个街上你说有一样东西 一定要喝 而且一定要找那种小摊子 没错 因为像我觉得韩国的就是 羊肋多很好喝 因为你是回来去小朋友吗 小朋友吗 可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去都觉得 一定要喝那个香蕉牛奶 错了 香蕉牛奶已经out了 对 对 你要喝的是路上拍的这种羊肋 羊肋多 味道呢 不一样 而且这些羊肋多 是在可能便利商店都没有卖的 它的特别好喝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釜山的话 看到这个车的Ajuma 就可以跟他说 你要买一瓶喝 真的很忙 什么样的口味 口味 说明一下 因为实际上可能一般的羊肋多 酸酸的 甜甜的 可是他们路上推的羊肋多 多了一种 花菜的味道 没有 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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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刻就是你会有真的回甘 你会想要再喝的奶 回甘 就是你喝了一瓶也不够 线泡的吗 真的喔 人生的味道 人生的味道 非常多甘甜 真的很棒 大家就是一定要去买买看 真的喔 就是韩国才有的喔 齐悦也有韩国人当地他们吃的料理 韩国人在釜山他们最享受的是什么 最享受海鲜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说你在首尔想要吃海鲜的话 你会觉得说 它真的很贵 所以说 如果你到首尔去 你的朋友听吃海鲜餐 那真的是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它无敌爆炸贵 可是在釜山海鲜很多 因为它是靠海港 鱼货非常多 所以到这边吃海鲜 非常非常的多 又便宜 最有名的韩国一道海鲜 是什么 就是生吃章鱼 这个照片是 章鱼 它会动吗 在你的嘴巴里面动 这个已经是死掉的章鱼 另外一款 死掉章鱼 它们就是凉拌或是青草 另外一款叫生吃章鱼 老板会把整只章鱼 连头上抓过来 章鱼是活的 它会这样乱动 乱动 老板就会叫 他抓起一只章鱼角 琴琳就咬住章鱼角 咬住之后 他拿个大剪刀 直接把这样剪下去 甘鱼之后 然后就赶快要 脚一脚把它吞下去 它有那个吸盘 会吸住你 对 一吞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那个吸盘 会吸在你的舌头 对 然后你就把它吃掉的时候 你再吃得过 对 这一瓶 它韩味会有扭扭扭扭的感觉 会一路到肚子里面的生命力这样下去 这是他们韩国最特别吃的 而且是他们觉得这样吃章鱼的是最好吃 这是生蒙海� 对 那除了这个 但是你觉得太可怕了 不会啊 可怕 可怕 在韩国很多路边摊 你去吃辣炒年糕之后 韩国人会点这一道 真是什么 这一道呢 就是配蒸鹿酒的绝品 就是蚕油 蚕油 我也知道 它就是这样子 又不是炸的 不是炸的 它好像有点像卤的那个 敢吃吗 其实韩国女生很喜欢吃这个 我不敢吃 因为你是有很多的胶原蛋白 而且蛋白吃 你喜欢一下口感 其实它吃起来很像是软掉的绿豆 绿豆 就是有点烂烂的 可是它味道真的比较重 对 所以你一定要喝蒸鹿酒 压烂的味道 有点臭扑鼻 但是我觉得它当地人就说 尤其这个产有是很高蛋白质 他们常常最喜欢 尤其吃饭 尤其这个 这个正在三五朋友聚会的时候 一定会点这一道 是喔 相当相当的好吃 所以就是叫做 韩国的天然威尔刚 就是为了这个鞋 就是一定要试试 好不好 下吃不下回要吃 OK的 忍一下没关系 你倒是推荐有个烏溜溜的东西 对 因为我们知道 我去的时候 这个也烏溜溜你不敢吃 这是黑妈妈 我就是烏溜溜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 釜山有时候会有点冷 第一个有点冷 所以要吃热的 然后第二个 就跟大家对面讲的答案团一样 我们常常喝完蒸露以后 喔 头好痛喔 宿醉怎么办 所以我推荐的这个 就是他们的雪鱼汤 喔 对 这家很有名 所以各个韓星都去的 在海云台的沙滩的正对面 然后旁边就可以直接进去吃 非常多的韓星 而且这边跟其他 这个韓国地方的雪鱼汤 不太一样是 大家看到韓国其他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用它的大酱 所以你看到就是 红红辣辣的 很好吃 是吃那种所谓辣椒的味道 那也不错是重口味 但是我们来到这边以后 海鲜不用钱嘛 我们的海鲜那么新鲜 雪鱼那么新鲜 一定要吃原味 所以它这个是用这种所谓的 辣椒 就是我们的这个萝卜 滷下去的这个汤以后 再加上这种鱼 所以是第一个热 第二个醒脑 第三个也是天然的威尔康 吃了以后 叫不停 对 因为这个雪鱼太好吃 这海鲜就是天然的嘛 最好的重点是 对自己健康 然后呢 又不造成你身体的负担 这个我很喜欢 第二个我们刚刚讲黑妈妈 很奇怪 韩国人都喜欢这种 不是红通通就是黑妈妈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在以前在这个韩国常去的时候 常爱吃 因为这个很便宜 叫他们的炒马面 就有点像他们的炸酱面 这种黑色的炸酱 炒了这种山东 很有嚼劲的那种 山东老面以后呢 它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就是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 釜山很多的这个海鲜 所以它这里呢 釜山的这个炒马面呢 会加了很多大量的贝壳 蛤蜊 然后什么扇贝 这样下去炒以后 第一个可以饱 第二个又可以重口味 第三个你又可以吃到当地的海鲜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一个白的配配的 黑白配 柴树配 可以吃 在釜山呢 我们刚看了这么多地方 还有这个南普洞跟鸡章市场 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个 这韩国当地朋友带我去的 这个叫做鸡章市场 那鸡章市场它专门卖海鲜 它厉害的是 你一走进去 两旁各式各样外面全部在卖深蒙海鲜 而且呢 它走什么路线 欧巴路线 有没有 都能看到年轻的欧巴 就给他站在门口那边招揚 来 有没有看到 欧巴 对然后你就看到的时候 你就吸眼睛 他就告诉你 这个活跳跳 那个活跳跳 然后呢 他就买了以后 他就到你在里面 到了楼上 他就马上帮你料理 而且料理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哇 阿祖妈在旁边 很多耶 多么的贴心 帮你全部切好 帮你整好 你直接在那边吃就好 这一盘要多少钱啊 对 我跟妳讲 这个价钱呢 在台湾的价钱呢 大概只有台湾我们吃这种长脚械的一半的价钱 是日本的三分之一的价钱 所以很多人是特别跑来这边来吃 对 重点是他吃完了以后 韩国人现在最流行的是 你一定要吃到饱足感 对不对 最后吃完把他再蒸煮的汤汁去分 跟那个米饭一起去煮 煮完以后放在那个螃蟹壳上面 然后再把螃蟹蛋放在上面 犯规了 最后给你吃 哇 那个吃完你就觉得 这个人生是不是会觉得说 小心中风 小心中风 这个东西要比较小心一点 这个叫做鲍鱼 哇 那边的鲍鱼是活跳跳 而且每一个都像我的拳头 那么大一个 因为很多的当地人 都是来这边买批发的 买回去以后 再到他的店家里面去贩卖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地方叫鸡章市场 所以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这边看看 像这个鸡章市场 我一个朋友说 你要去点这边海鲜鸡 通常他看到这些海鲜很便宜 他说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特别去选 就是我们讲的叫做 类似我们金门叫做沙虫的 沙虫 沙虫 沙子的沙 一条这样尝尝 他说现做现切 而且你要现吃 沾着这样有些现吃 他说这个才是最棒的 韩国人最道地的东西 道地的料理 可是如果说 时间没有这么多 有一个地方 你觉得可以一次满足 没错 因为像我很推荐大家 如果去釜山的话 一定要就是去吃它的 perfect制作餐 真的假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在台湾如果你要吃到 真的很棒的海鲜 有螃蟹 龙虾 就是吃真的很好的话 可能要一两千块 但是如果你去釜山吃的话 这些通通都有 只要台币大概四百多块 就吃得到 什么糖 再说一遍 四百 就吃得到了 长蟹 而且重点是没有限时间 我们不去日本了 我们去日本了 所以我每次如果去釜山的话 一定会早一天 有一餐一定要去吃 他们吃饱饱 就是非常推荐给 食量很大的人 非常划算 广告之后还要告诉大家 釜山还有个地方逛 可以买到很棒的东西 大约是首尔价钱的一半而已 稍后回来 在一起 airport 在一起 做美娱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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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C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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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